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创作的灵感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是原住民 我是台湾的泰雅族 然后这是我第三部长篇 前两部都是讲原住民的 就是泰雅族故事 然后我记得第一部应该是十一年前了吧 是寻根 然后第二部是讲小孩子的成长故事 只要我长大 然后到第三部又本来想说要拍别的族群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长辈就说 就是泰雅族的那个 这个价值跟这个规范 我都没有讲到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其实他很难解释这个东西 然后可是他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就想说 他透过一个三代同行的家庭 因为我想说家庭比较是大家共同的主题 因为就是希望拍原住民的故事 不希望给大家太有距离 就是又一个比较共感的主题 所以就在第三部就用家庭的部分来讲 就是在当代我们的精神这样子 那您对那个电影的名字 有没有什么偏好 比如说在英文里面讲他就叫嘎嘎 因为他的发音应该是 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文字 我们是借用那个罗马拼音 所以罗马拼音的话他要念嘎嘎 嘎嘎 只是他没有 他不是歌的一支歌 嘎嘎 嘎嘎 对 所以如果他用英文念会变嘎嘎 可是对我来说也没有关系 那嘎嘎嘎等于说我的片名其实是族语的片名 他不是英文 那中文叫哈勇家 对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其实是他们家里面的姓氏 对 哈勇就是那个阿公的爷爷 因为像我们泰雅族是父子联名 那譬如说我叫拉哈勇 拉哈是我爸的名字 那如果我的阿公叫哈勇的话 那我爸爸就会叫做美佛哈勇就是这样子 所以哈勇就是一个family 就是这整个家族的故事 所以我想说 因为中文其实是会用在台湾嘛 然后简单明了 所以就直接哈勇加三个字 对 所以中文和英文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说中文是很表面 我讲这个家庭的故事 那主语的那个嘎嘎的就是其实要讲这个家庭 还有没有嘎嘎这个东西 对 其实要讲这个家庭的精神 就是嘎嘎 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就是可以让大家真的了解到你们当地的 就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好好好好奇 就是什么意思 Lady Gaga 这样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就了解的更多 对 因为如果看了电影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去嘎嘎 对 对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是 就是您刚刚讲的您也是这个泰雅族人嘛 对 那就是您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您创作就是有什么方法 创作制服店有什么帮助吗 跟您个人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是在都市长大的原住 对 所以其实我对文化不是很了解 我等于是从拍第一部片 那个大概30岁的时候 我开始拍片 其实我又藉由拍片来认识我自己的文化 所以应该是 如果大家觉得我一步比一步进步的话 那应该就是我一步比一步更了解我的文化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看片子的时候 我觉得里面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好像有那些颜色色彩都很漂亮 所以我想知道 还有包括当时就是在里面一些原住民的演员的表演 我觉得也很真实 所以这些场景和这些演员都是 比如说曲景完全就是在里面 互相这个地方进行曲景的吧 就是我曲景的南山部落在台湾的宜兰 对 然后它是在1200公尺的高山 对 然后我会选择是因为 就是戏里面那个小孙子 其实在我在写这部电影之前我在拍他的纪录片 所以他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拍他 然后那我一边拍他一边在写我的剧本 对所以他 所以我借用了他的背景 就是热爱文化的一个小孩子 然后放到这个角色里面 那当然其他就都是编 编转的这样子 然后 其实你们看到里面有雪景 其实雪景在台湾是很不容易的 对 不是像其他国家可能雪景没有什么 所以雪景其实 但是当时在写的时候就 因为我知道南山部落很冷的时候会下雪 可是很很少 所以一下雪大家就会很兴奋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我拍戏的那一年到 就是之前下雪大概三年都没有下雪 然后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希望 这个家庭从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 我希望那个时候可以下一场雪 来缓和大家的情绪 那可是我在写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拍的时候会不会下雪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也不是很平凡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当然会还是有一点备案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局部一点做个特效这样 可是我心里就觉得说 如果因为我们在高山上 那其实我讲的喇嘎 其实他也是祖灵的一种信仰 就是我们相信祖灵 就是我们过世的族人 就是会变成灵魂 在我们身边 因为泰雅族没有那个前世今生 就是我们就是灵魂不死 就是我走了 我就是一个灵魂 就是祖灵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下雪 那表示他希望雪可以在这个电影呈现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可能希望别的方式 所以我就 可是就真的拍到了 那时候刚开始下雪 应该是说我们拍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下在那两个月 下了两次 对 所以其实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有让我拍到那个雪景 那我拍完之后好像过了两年才又再下 真的吗 对 对 就是去 就今年二月有下 一点点没有 可是就是一点点没有像 我们上次下就是覆盖住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两年前拍的吗 没有 我是2020的年底到2021的年初 那这样算几年 算几年了 23 20 2年多 对 2年多 对 那当时是那个新冠疫情期间 对吧 其实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开始 20到21还没有 我拍完 我记得我拍完是3月1号 然后5月就爆 我们台湾就开始爆 4月底5月就爆发 所以我 我躲过了 对 所以我在后置 其实后置不太会有太多 后置我们甚至都可以线上剪接 对 我记得我剪到一半 就是COVID那时候有点点重 还没有疫苗 我跟剪接实实在线上 我觉得不太会有影响 对 因为我昨天他采访的导演 他一共拍26天 前五天那个摄影师病了 就是对他们来说影响特别 哪一个国家 是那个美国叫The Year of the Fox 是在美国 他也在Washington State拍 是 对 一共只有26天 然后前面那个摄影师都不能来 对啊 因为那样有点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刚好 我们2020拍的时候 全世界有COVID 可是我们 台湾还没开始 对 然后当台湾开始的时候 我刚拍完 就是我好像拍完一个月以后就开始了 对 所以就很幸运 对啊 那你电影拍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对 困难 没那么幸运的地方 我觉得 邀程就一考 是中间都会有 因为应该是说 这部影片 我写剧本写蛮久的 写剧本 我是2018年的10月开始写的剧本 然后 因为我之前写剧本 可能写的结构比较简单 然后我大概都可以一个多月就完成第一稿 然后因为这一次是 就是比较 挑战比较多线 那时候我写蛮久的 我觉得甚至过程中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写剧本 就 反正后来我就去了一趟纽西兰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跟开发剧本有关 一回来之后我就顺顺的把它完成 嗯 大概 这样我们写了 大概多久 第一版大概 八个月吧 然后 写完之后一直到 一八 一九 一年后才拍 对 然后过程其实也 那时候找主角也找了一阵子 因为我们的主角90%都是素人 对 哪些是专业人 你们猜 我才 家里的某一个而已 我是因为认识其中的那个女生 就是那个黑色飞们的女生 哦 所以你知道是她 我家里的肯定是 就她 对对对 其他都是素人 就是阿力 阿力不是 阿力也是第一次演戏 就是白白的 阿力是第一次演戏 OK 我 OK 我回去查一下 所以其他都是素人吗 对 然后阿力是因为 我选她的时候 那个女生就是选她的时候 她刚开始进入演员 就是刚开始半年而已 所以她演练过戏 对 OK 那主角她们也都没有演过戏 没有 没有 真的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就是 可是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准备 因为我们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 让她们准备角色这样子 对 她们语言那种切换是写在剧本里面吗 没有 因为我不会足语 所以我都写中文 可是我是一个一个跟她们讲的角色 所以像那个阿嬷那个奶奶那个角色 她几乎是全足语 然后其实我现场我没有听她们讲什么 可是我是 我是看表演就大概知道 可是我 就是最后要check的时候 我就请一个足语老师帮我听 她有没有讲到哪些话 她讲了什么 对 可是我觉得奶奶理解力很棒 就是你只要跟她讲个前后 然后她给你的对白 会比我设定的还要再更有味道 对 对 我听她好像中国人跟那个族语都会说 她会她会 对 可是她大部分都讲族语 对对 那真的是很棒 那像这些素人演员你当时是怎样 怎样进行 生活在这里 我倒蛮多部 因为泰雅族分布在台湾很多地方 然后我选的是北部的那个部落 所以这一家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 然后只有那个以诺孙子的角色 就是本身是南山的人 那其他都是从别的部落来的 所以他们在拍之前这一家人是都不认识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们有到很多部落找 我们也有 我记得我刚开始找的时候 有点受到COVID的影响 所以就是也不太能进到 就进到比较 因为像之前我们都会到学校嘛 或是到哪里 然后那时候好像前期就比较不让我做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我要想要找那个阿丽那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那种就是泰雅族打的那个篮球比赛 就是会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我想趁那时候去 可是因为疫情可是他有比赛 可是所有人都规定要戴口罩 所以我是进去这样子 然后看到眼睛OK 可是口罩一定要拿下 因为有时候口罩拿下会 其实也太一样 所以你是去找他们 而不是说他们过来 都有 可是你知道我有就是 我们是有散布 就是怎么讲 就是有贴讯集 叫大家来audition 可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泰雅族的个性就是 你这样找是找不到的 因为狠角色太低调 他不会主动出现 对就是有人报名啦 就是不多 可是报名的人可能也不是你 觉得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找不到 尤其是阿丽这个角色 我觉得不可能找不到 年轻漂亮 然后又会有一些女生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通常这样的女生 他们其实 他们可能看到了 可能不会主动来报名 或者什么的 对 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您刚刚讲 在这本创售中 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其实我们作为观众 看到这个电影 其实讨论了很多的话题 就是比如各种文化啊 各种语言 外来文化这样的冲突 还有就是家庭的这样的议题 都是都是比较大的议题 就像这方面 怎样把它们这样融合起来 然后把它很成立不变 因为我们看起来觉得还是很丝滑 然后整个主题都融合得很好 应该是说我 看起来是议题 可是我其实我拍的是那个生活 你譬如说土地的 我觉得还不是议题 因为原住民的村落 你一起床 你就是要去种东西 所以土地是每天的生活 所以你等于是从生活里面找题材 对 就是应该不是从议题去处理 那当然我想探讨的是就是现代跟传统的东西 对所以 所以就会有嘎嘎这个东西 因为嘎嘎是我们的传统 对那现在已经也慢慢消失了嘛 就像选举制度也不是我们的制度 所以它也是破坏我们嘎嘎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对大家为了选举撕裂 可是又可以让这一家人撕裂之后又可以凝聚 我觉得就是这个家庭 他们有很深的那个嘎嘎 就是让他们是血缘的这个家庭 也最后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而去拆散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我要讲的那个 属于这个家庭的精神 很有意思 就选举是外来的 基督教呢 都是外来的 其实你们看到很多都外来的 都是外来的 那比如说选举是撕裂他们全家 对吧 基督教这个东西 基督教我其实 嗯 看 我觉得就是看怎么把现代的东西融到 传统 因为其实我看很多很重传统的老人家 他们新基督教 然后 应该是说像我们的嘎嘎有点像 跟什么 他们的戒律有点像 对 然后 因为现在没有嘎嘎了嘛 所以大家可能会去借用另外一个载体 就是另外一个基督教 它融合到我们的 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规矩去遵循 那 嗯 那现在 现在就是讲 然后我们就按照着基督的那种戒律 然后跟我们的信仰融合在一起 对 我看现在人会去这样去处理 对 那我们下面就是超出电影的时候 我们就来聊一聊进来讲啊 或者是 哦 是 您当时提名进来讲了之后 您有 您有惊醒吗 或者就是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惊醒 应该是说那时候要 因为我们 今晚讲之前有很多的试片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呃 大家对这片子期待有点过高 就有点 不像我说还没公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样子 没有 因为 因为 呃 入围这种东西也是 也要看评审的口味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压力有点大 因为大家都觉得 哦 我们可能 会有很多的收获这样子 那不过 后来 呃 入围的项目也都还不错啦 嗯 对 然后应该 然后我入围以前我车 我车祸了 因为我其实有中到我的手背 真的是断的 因为我到现在其实 还在复健中 所以那时候我的坚持就 因为我就被一个年轻人撞嘛 对 然后监制就跟我说 他可能撞到一个金马导演 我就说是吗 然后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会讲说 诶 你被撞是什么 就是不知会讲说 这是 好像 就是你有个祸 然后我就会可以 对 之类的 然后 然后对啊 然后就 诶果真好像就 对 因为那时候我撞完之后 其实我去 因为就 开刀 然后刚开始 我本来九月就要开始宣传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办法 因为 嗯 手不方便 所以那时候停了三个礼拜 对 后面三个礼拜之后 就很密集的一直在宣传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知道我手断掉 因为我是可以这样动 可是我不能拒 所以我这样子 大家 因为不是很幸运啊 其实我也觉得竹林保佑我 因为其实 那个撞 其实我在差一点 我可能就 很惨了吧 因为他是车子撞我 然后我是被他撞飞 可是我撞到这里 我没有撞到脚 或撞到什么 所以就是 当时我是只有 就是 因为我惯用右手啦 所以 就还好 就是每次 譬如说每次去 我可能是穿脱衣服 比较 慢一点 然后那时候 我不能帮我的头发 然后 都要出门 都要去找别人 处理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一阵子就 就是 对啊 所以也觉得 也刚好在宣传金马那段时间 也是手 在刚开始要恢复的 那个时间 那颁奖点语的时候 你的手也是 还是不能动 别人看不出来 可是我的那个医生看得出来 因为 他说我的手很奇怪 因为我那时候拿东西是这样 因为我不会这样举起来 然后 所以那时候 因为那个奖很重嘛 所以 其实我没有办法两只手 我是靠右手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 觉得 我左手只是这样撑一下 因为那时候还不能提中午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的手是 是很酸的 因为都靠右手 对 那的时候 你竟然想抱到你名字 最佳导演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我 嗯 因为我只想说 如果抱到我的名字 我希望赶快 上台讲我该说的话 所以我就赶快 跑上去 他们以为说 是我想要 我说妹妹我是想 我怕会忘记我要讲什么 对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得到了 最佳導演的話 因為我拍的是一個原住民片 那我覺得 就會覺得在台上可能 要影響所有原住民的 孩子跟創作者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有些話還是要趁 就是因為畢竟進化獎是一個 華人的一個很大的那個平台 對所以有些要對 我們族群的孩子講的話 我就是有特別的在台上 去講所以那時候是希望 趕快把這些話講完 對對對 那當然因為 也不知道誰會 得獎或是什麼 對 所以當下算是還蠻 蠻平常心的 對 那是什麼時候就是 那你那個頭有沒有生頭 你們是頭這個小組給你見嗎 對不對參加 應該是吧 應該是報名吧我在想 我不知道欸 他們找你們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他們報名還是 這個接下過程 這個我得問一下 我不知道 對是那個我們有迎戰的那個 處理的窗口 因為我只記得那時候 剛開始是12月還是 12月還是11月 華盛頓大學 他們想要放 這個片子 我們的嘎嘎這部片子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會不會來參加西雅圖 營戰 然後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不知道他們是去報名 還是怎麼樣 我就不知道 對 我就是西雅圖 然後那邊有很多 哦真的 哦是 因為我剛 我就是最後一天 禮拜一要去那邊放 放完我就回台灣 哦是嗎 對對對 嗯 那還有什麼 問題 嗯 因為我還想覺得 我覺得特別好 這種電影就是 可以講 講少數民族 或者講 地方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也是 大家想看到的 因為就是 不是在別的地方能夠看到的東西 所以很感謝陳導 把這個電影帶給我們大家 哦 我作為就是我個人作為一個 我是學FILM的嘛 哦真的 嗯對 那你 我是學金融 哦 金融他很了解 就是各種電影 哦 就是 因為我知道像我們這種新的 FILMAKERS想要進入這個行業 行業特別難 就是想問您有沒有想對電影愛好者 或者是 嗯 我們這樣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人 有什麼想說的嗎 哦 因為 是要進入來美國嗎 哈哈 美國環境我不熟 我知道 對 因為 嗯 如果就以台灣或什麼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 我是一直都是拍 知識原住民的片子 那可能 之前大家會說 欸你 會不會限制住你自己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他們這樣問的話 我會覺得他們好像比較限制住 為什麼覺得原住民的故事 就只有這樣 那因為我也不會去訪問說 你們只拍漢人的電影嘛 對 我覺得是就是一樣的故事 然後反而是 因為這次來到這邊 然後剛好有另外一個 就是 嗯 有sponsor這個的組織 叫Niatero 他們做的就是 嗯 跟原住民有關 那其實我 在來下圖之前 也跟 剛好跟他們合作 原住民的短片跟什麼的 然後昨天也參加了 就是 嗯 那些做Indigenous的FILMAKERS的聚會 就會覺得 嗯 到國外有很多這樣的 機會 所以會覺得 這樣子的 路線 因為應該是說 我本身自己就 嗯 很專注在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 好像這個 嗯 不主流或是什麼 因為好像是誰問過我 對 我 我會覺得它 就像是一條 支流 它會一直流下去 它就是永遠會有比較看 那 嗯 很 所謂觀眾很多的那種 就是流行 因為流行它是一瞬間的 然後可能後面就沒了 那 我會覺得就是 我走這個路 因為它是 永遠都會有人看 它會一直流下去 可能它最後會變成一個大河 所以 就會覺得可以 慢慢的 嗯 去做自己 我覺得應該是拍 這 嗯 就是這部片好像就是 只有你可以拍 其實我 只要聽到 有人這樣講我 我會覺得是一個成長 就覺得喔 這個片 一看就是你的片 一看就是你可以拍得出來的片子 嗯 那就覺得欸 你在創作上是 如果是無可取代的話 那我會覺得 就 那 就可以真的可以 穩穩的走這一條路 這樣子 對 那就是這個電影本身 你想 傳達給觀眾什麼訊息呢 或者說 你想要 觀眾比如說 你有期待說 觀眾有什麼 啊 在裡面獲得什麼 或者有什麼感受 其實因為這一次 比較開心的是 就是大家在看這電影的時候 就不會設限那是原住民電影 因為他們覺得喔 拍出了一個家庭的故事 可是背景是原住民 其實這就是我想做到的公感 然後可是 又可以讀到 呃 就像我們在看 假設印度電影 我沒去過印度 可是我看了印度的片子 我可以感受到喔 他們有某種 底蘊跟文化 雖然它可能是處於比親情或什麼 就會你會知道這個東西 就像欸 大家多知道了嘎嘎這個字 因為在台灣 連在台灣台灣人對 原住民還是很不了解 對 也許連什麼族都分不清楚 可是至少他們知道太亞族的嘎嘎 那我覺得 文化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 呃 的交流吧 對那 我覺得透過電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欸 就是看一個故事 喔 然後來知道原住民 因為我自己希望透過電影去傳達 這是我的族群的這個事情 可是也希望用故事的方式啦 對 嗯 嗯 嗯 我們還有四分鐘了 那導演 你那個最近也有在窩康什麼其他的那個項目嗎 有沒有在想個下面的 有 我現在就開始在寫下一部長片的劇本 然後我剛剛說跟就是西亞圖這邊那個Niatero 就做了一個短片 就是已經在後製 然後好像也 好像也會 欸 也會從 因為等於是製作公司算美國吧 所以就是先從國外 然後應該有機會可以回到台灣 因為畢竟在台灣拍的 對 短片 那之後的片子 長片啦 長片的話 嗯 因為我有寫了跨時代的東西 然後我寫的是女性的 對是原住民 可是 嗯 雖然是原住民女性 可是我覺得探討的東西 嗯 他有探討到時代的東西 然後 也有我們族裡的 還蠻特別的深化的故事放在裡頭 對 所以我自己蠻期待的 然後 之前四年前也有跟紐西蘭 就是合作 呃 啊 紐西蘭的毛利跟 台灣的原住民的超自然的故事 對對對 欸 所以那個裡面阿利他是去紐西蘭 對 對對對 這就是跟你那個 應該是說當時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去紐西蘭做別的東西的甜調 因為我們一般打工度假大部分都去澳洲 然後後來我知道又有人去紐西蘭 因為澳洲我真的沒去過 至少紐西蘭我有點想像 雖然我們不會去拍紐西蘭 可是至少 嗯 嗯 我有一點 一點那個 對對對 這樣會比較好 對 那您說那個孫子就是拍那小孫子的那個紀錄片 對 上了上映了嗎 還是還在製錄 短片有在 短 他 因為我一直還在紀錄他 然後可是在紀錄到他 15歲的階段的時候也先出一個短版的 短片 像在 哪裏 我有去別的營戰放過 意大利吧 然後台灣的線上營戰有 我沒有特別一直放是因為 呃 我這個片子是想要做長片 我要記錄到 可能他 找工作結婚我不知道 我覺得 人家年少時代吧 想要 不知道就覺得我覺得差不多我就停 因為在講 呃 他整個從12歲 光看他12歲到17歲的話整個人都不一樣 對 如果再可以拉長的話 哇 對 對啊 他那個吃裡面那個吹的那個 哦 對他本身就會吹那個 那個黃情 那個是很少人現在會吹的很少人 其實算不多人耶 對 只是就是喜歡文化的小孩就會去吹 啊 對我其實我有帶走 好像我真的沒有帶下來 OK 對 那這個片子就是哈永家 嗯 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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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或者在那個 中國大陸上 中國大陸有看到豆瓣 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可以看的嗎 我不知道 對 我在看豆瓣超多人寫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合法的 對 我是看到豆瓣很多影片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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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沒有耶 因為現在就都是營戰為主 對 然後 下個月要去雪林營戰 然後 的項目也是 FIRST NATION 對 OK OK 我覺得 我們有時間到 其實還有好多問題 但時間到了 看 如果導演還有時間還允許的話 可以繼續問 哦 你們有要問可以繼續問 沒關係 那個 小元台長 他請想問一個問題 小元 什麼 他說現在那個原住民 他們還殺豬 當然殺啊 沒有現在保留的就只有殺豬 其他都沒 我覺得其他都差不多 我們以前有文面 現在早就沒有文了 對 因為殺豬應該是說 像譬如說 我那時候得了金馬獎 可能大家就問我要不要殺豬 因為其實 他其實他不是炫耀 他是 因為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該殺豬 可是因為那時候很忙 結果還沒有處理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要殺豬 你要分享給自己的豬人 那個意思就是 就是謝謝你們給予我這些 讓我可以得到這個獎 其實是要感謝大家 那個不是炫耀 是要感謝大家 要分 其實分豬肉 哪怕只是分 就是那個意義是大於 對大於你殺幾頭豬 對對對 對 那你們那個比如說 未婚先運用這種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在注重 只是比較傳統的 有那個嘎嘎概念的家庭 就會覺得就甚至是 欸你們交往了 可能交往了兩三年 已經有點穩的 老人家就會說 你是不是要殺豬了 對 因為以前是 男生跟女生是 以前 我說以前傳統是完全 就是婚前是不能有任何 太親密的舉動 那當然現在是不可能 所以老人家會覺得說 欸你們已經這麼穩 應該有一些預局的事情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 要殺豬 要不然會對老人家不好 對 殺豬是訂婚嗎 還是說 以前是結婚殺豬 然後可是現在是 現在延伸出現代的 叫平安豬 平安豬就是 因為現代的人都已經先預局了嘛 就是 所以 希望先殺 要不然 就是 會 就等於有點跟祖靈 不好意思 對 然後 因為你不殺 然後 就像譬如說 像 之前我妹跟她男朋友 在一起幾年 然後可能家裡長輩就會一直說 就說 殺一下豬 因為就覺得好像有些事不太順 對 就覺得說好像是你們沒有先 沒有他們還沒結婚 可是覺得你們已經 已經 已經 有交往各程度 是不是要殺個平安豬 對 就是會這樣子 這也是八個愛就是 對對對 是現在延伸出來 以前是婚前是絕對不能預局嘛 那現在大家就覺得 你們 還沒結婚 可是要先殺個平安豬這樣子 那像你剛剛講刺面什麼之類的 文面對 對 還有什麼其他的習俗嗎 這都挺有意思的感覺 蠻多的 因為 我覺得殺豬現在保留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做 就是兩個部落間有紛爭 要用殺豬要化解 對 就是我們 那當然還有你們看到 你要做 比如蓋一個傳統屋 我們會殺豬 然後 做什麼事情 我們覺得圓滿了 我們也會殺豬 對 就是 因為殺豬是 我們跟那個祖靈的一個媒介 對 那當然殺豬 我們會覺得殺豬 你要一刀斃命 因為你不要讓他痛苦 對 然後 然後 我們在戲裡面 我們每次殺豬 我們會先做禱告 然後 其實我們殺這豬 它不是只是道具 是我們到了這個部落拍攝 當然 有跟他們溝通過 可是其實 因為這是一個大事 其實我們本來就必須要分豬肉給他們 所以 我們就把這些在戲裡面殺的豬 殺完 就是直接分給部落的人 也遠遠也不能拿 永遠也不能拿 我們說不行 因為這個是要給部落 因為這是嘎嘎 這是習俗 對 嗯 嗯 那那個還有 他們當地的那個語言 嗯 你說也沒有那個寫的 只有這個 口 口 應該是說 應該所謂的原住民族 應該不是只有文法 就是 應該都沒有文 那 我覺得他那個 還會再繼續流產下去嗎 還是說 現在說漢語的人 越來越多 哦對 是越來越多 像我自己就不太說 可是我現在開始 想學 我的族語 然後 因為台灣有那種 可以考 就認證 就是有點像 托福這樣 不是啊 就是足語的 然後我就去考第一集 可是就是 他是有那個網路可以學 可是就是有點 我覺得好像也是為了 感覺只是背完 然後考試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是希望還是可以真正 會這個語言 就是我在找 找方式啊 去學習 對 現在小孩就沒說 真的蠻不多的耶 對 對啊 其實一個語言 沒了這個民族 真的就沒有了 是真的 對 對啊 就覺得蠻可惜的 對 你自己說嗎 爸爸媽媽 他們可能跟老人家會說 可是我從小 我曾經有 我國中的時候 我跟我媽說 你要不要教我 因為我都在都市嘛 我媽就說他這樣 不知道怎麼教 因為 他說他只能跟老人家對話 對 所以我現在學 俗語其實還蠻痛苦 我所謂痛苦是因為 就他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外語 對 就是 嗯 就會 就是我就會比英文還要爛 就是因為英文 是因為你一定要用 你在國外 你再怎麼擦 你一定得用 可是俗語的話 就是你沒有環境 你回到部落 其實也沒有太多人在講 可能只有老人 對 所以學習的過程會比較辛苦 對 可是如果我真的可以學到 至少一半也好 對 因為要不然等到我 變老了 變得那種騎老 等一下要來訪問我的時候 我都講 國語 都講中文 就是會 會很滿 因為我去問騎老 騎老都會 對 都會講族語 對 我會說 其實如果沒有文字學餐 應該確實是很難度挺大的 我們用羅馬拼 對 所以 所以就 可是其實 你們講到文字這個東西 其實上次跟大家討論過 其實應該是說 很多人都說很可惜 我們沒有文字 可是我覺得不可惜 那是因為到了這個現代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因為原住民是用 是用影像 我們用影像 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在敘述 在講某些事情的時候 它是更有影像的感覺 對 而且我們的服裝 其實我們的圖騰跟服裝 其實是非常好看 非常鮮豔的 對 因為 對 我那時候想說 我到澳洲 我一定要穿我們部落的衣服 對 因為我們每一組 甚至泰雅族 又分很多 那衣服真的是非常漂亮 對 然後 對 我覺得我們是比較是 影像化 視覺化的一個族群 對 電影裡面 他們想訂婚 阿力跟那個 Ending 其實我是用我們 我部落的衣服 其實我部落的衣服 跟那個當地南山部落的衣服的那個系統差不多 然後 只是我本來要跟那個部落人借 都 因為他們沒有在做 都是那種老人家的 所以 又就不好去 去借他們那麼寶貴的 所以我就 我就直接用我們南澳的服飾 對 因為一般人可能都以為 泰雅族只有紅色 可是我們其實有黑有紫有什麼 是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發展出來的 好看的那個衣服 對 慢慢再講述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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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給大家 對 我還有最後一部分 是 就是 你這個電影肯定也放給族人看嗎 當然 當然 就是 有沒有覺得他們的反應跟 跟 不一樣 就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對 因為就像昨天我 其實 這個電影我看很多遍了 其實很 通常 我在台灣不會一直看 可是我到國外的話 我會特別進來 因為我要聽 反應嘛 因為我想要知道大家對哪個地方 那個有什麼感覺 然後 我們 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們有回到拍攝地部落做部落首映 對很棒就是那種八九十歲的老人家都來 我們在戶 反正有棚子吧 看 是在南山 南山部落 對我們回到那個地方 然後 就還蠻感動的 然後 放的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記得我們在放之前有在台北 跟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做一些試片 然後我就想說剛開始大家就是一直笑 為什麼 整部片怎麼 他們怎麼都沒有笑聲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怎麼了嗎 後來結果他們說 老人家就說 他們 他們沒有笑 他們 他們都在哭 我想說為什麼哭 因為他們說覺得 太真實了 因為 因為那個真實可能第一個是他們部落派 第二個 就是發生的事情 就是都很 都是部落會發生的事 然後 可能他們非常 因為他們也 沒事也不可能去看電影 電影因為這麼遠 所以我們把電影搬上來 他們 當然他們常常在家看電視 可是沒有看那個大影音 然後又看到自己的部落 他們很認真的看 然後 然後就是他們 是感動的反而比較多 他們都在哭說 我想說不是應該笑嗎 對 就是他們可能去看 那個心情又多了 除了看故事 他們又多了一種 不一樣的感覺吧 所以是更感動 我覺得可能就很震撼 因為就在他們部落 所以他們看的時候 就是多了一個角度 對對對 對對對 OK 那你有沒有問 你還有一個問題 喔沒有問題了 感覺都聊到了 OK 那我直接就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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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